今天是星期二了 我们放了一周的假 然后这周又开始上学 现在特别的不习惯 不想上课了都 然后我们又换成了冬零食 所以现在就每天都觉得这个时间很别扭 早上就困得特别早 好冷啊 我们这边我感觉都已经进入冬天了 早上起来可能也就几度吧 然后我还没涂口红呢 但我感觉我每一次出来都是这样 穿这个徽北街 然后穿这个蓝大衣 可能看见我每一次都长一个样 能不能通过这个街景感受出来这份寒冷 能不能感受出来这份萧条 我们要来坐汤 哈喽 我现在上完学回家啦 今天因为在学校事特别多 然后就没怎么来得及录像 然后今天外边特别的冷 我就是现在都要穿大衣 然后戴围巾 我刚才呢去拿了一个快递 是我之前在网上买的衣服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法国有一个挺有名的服装品牌 叫Sandho 法语念Sandho 就是S-A-N-D-R-O 这个牌子 我刚才就是去取这个箱子来着 然后是它这个牌子的衣服 不都特别贵吗 就是杨幂好像特别爱穿吧 所以就戴的还挺火的这个衣服 就当然了法国人他们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牌子的衣服 然后它是前一阵 在一个网站上做特卖 就是那种有点像唯品会式的那种 反正就是说会打很低折嘛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衬衫 一个半裙 准备就是穿一穿试试看 一个是 哇它这还带着衣架 就一个是这个百分百真丝的一个衬衫 就是这个牌子 我觉得你们应该都知道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半裙 因为我下学期要开始实习了嘛 我就觉得这个肯定也能穿得到 哦说到实习 我明天会去巴黎面一个屎 是一个法国的做蜡烛的那种香薰蜡烛的公司 然后给了我回复说 我想跟我就是面谈一下 然后还挺激动的 明天去巴黎可能会就是再录一点吧 这样 然后我今天上学就是穿的大衣围巾 然后毛衣还是穿的这个之前 就是有录过一次mango的这个 然后我这个头发我觉得卷的还挺成功的 我这个头发我是 大概差不多这个卷位吃了三天了吧 都还挺好的 然后今天不是冬至嘛 所以我们可能打算一会去吃饺子 等吃饺的时候再带你们看吧 然后我刚才把这个裙子拆开了 我觉得超好看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而且我没有想到它是一条羊毛裙 就我以为它只是普通的 它是这个样子 就是是这种羊毛材质的 我觉得它质量看起来特别的棒 当然毕竟是Santo的这么贵的一个牌子 它肯定质量是好的 然后能看到它那个质感吗 然后它是这样 上面是羊毛 然后底下是这种 这种叫什么白褶裙的那种样子 然后它这个羊毛的部分也是一个不规则的剪裁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耶 还没说完再来说一段 就是我今天脸上用的方法是纸上防晒 但是用散粉 就是在脸上做baking这种方式 我觉得一天下来就是显得皮肤特别的细腻 就是虽然没有上粉底 但是也有一种就是上过粉底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它真的还挺控油的 因为我脸就是现在还属于比较偏混油一点吧 然后你看这一天下来 这个我也没有吸过油 然后因为我没有上底妆嘛 所以我也没有补过妆 就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口红是Dior那个740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在爱用品里面提到过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是我那天新涂的支架油 是我发在微博的那个H&M的那个支架油 是这种土橘色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H&M他们家支架油特别的好用 就是刷头也好 质地也好 反正各方面我觉得都很满意 而且关键是它价格也不太贵 差不多在法国是5块多一瓶吧 有时候还会有打折活动 国内大概几十块钱好像能代购一瓶 然后一瓶也能用蛮久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H&M的支架油 它这个光泽感也很好我觉得 哦 终于吃上甲子了 我们点的是虾仁韭菜鸡蛋馅的 感受一下 哦哦哦好烫 哦哦哦哦 破了 看一下 哇 哇 哦 哦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我们来超市 买卷纸 还有 哦我们要买一瓶葡萄酒 想再尝试一种新的葡萄酒 哇 巧克力奶 我觉得这个Madame Léger肯定特别好喝 巧克力奶 但是怕热量很高 不敢喝 再减肥 我最爱的酸奶粿 给你们看 好多的酸奶 你拿的是什么Berchle de lait吗 OK 我以为你拿了Coco味的 我看 我再买个Cham Cheese Cham Cheese OK 这个 但这个 嗯 它这有卖小份的吗 我没看到 我们走到酒这一区啦 哇哦 哇哦 这边都是白的葡萄酒 我们比较想喝白葡萄的酒 就是这一些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早晨的 哦哦 六点四十六 为什么我们这么早就在火车上了呢 因为这一班火车最便宜 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一班火车 然后现在就在去巴黎的路上 我们已经到巴黎了 然后现在正在星巴克准备先买早饭 给你们看 它这块星巴克超多好吃的 这一柜台都是各种 面包啊 马芬啊 蛋糕啊 什么甜甜圈啊 这些的 然后它已经开始上圣诞的这种杯子了 我觉得也特别好看 我们已经买好啦 我本来想尝尝它新的那个季节限定 但是我发现我之前本来想喝的那个南瓜什么的那个已经没了 然后它现在是那个真子焦糖的那个 那我觉得就一般 你买的这个 不是不来 不是 你买的真子焦糖的那个酒 我觉得真子焦糖那个酒 然后我觉得还买的是拿铁 然后面包买的是一个叫做almond star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杏仁 然后在这种千层素的面包上吧 ginger bread 你买的是ginger bread的那个 打开我的咖啡 发现是一个小猩猩 嘿嘿 我们现在走到了就是第一个我们找的房子这一块 想看一下这个房子 我们站在这个房子的大门口 然后等着一会儿那个人下来接我们上去 看看如果一会儿可以的话就拍一下吧这样 这条小街还挺好的 街区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离那个奥塞博物馆超紧 这个是厨房 然后进来有个沙发 有个床 然后从这往里走 有一个上坡门在里边 这边是一个厕所 这厕所还挺凉烫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卧室 卧室有个小窗户 所以就是一个带屋的卧室 然后一个这种沙发床 然后一个这种床 我们开完房 然后现在准备去吃午饭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是塞纳河的延安 给你们看特别漂亮 就是今天天有点烟 但是这个河边然后树 哇好美啊 我们现在走在路上 然后就是已经到了要吃饭的这一个街区了 但是我们要先去买一杯奶茶 我们这个城市喝不到奶茶嘛 所以就想喝奶茶就能靠着在巴黎的地方 这不是咱们在Stars Book吃的那个吗 我们到了我们要喝这个日出茶泰 这好像是个连锁 好多地儿都有 就是这个 我们进来啦 好香的奶茶味 这有什么 老茶 我们刚刚点好了奶茶了 然后我说的日出茶泰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在全球好多家连锁 我看看它都在哪儿有 还没写 但应该是台湾 台湾开始兴起的吧 哇 它这有奶洞 你看它那种仙草洞 它这有 哇 得等暖和点再来喝那种 它有这个 你看 芋头的 我喜欢喝芋头的 我也喜欢喝芋头的 我们下次可以来尝芋头的 奶盖 我觉得实际它是那种慕斯 我们看到好像好喝的 然后它有很多个系列 就是有奶茶系列 也有什么冰沙呀慕斯呀这种 然后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 奶盖 不过以后到了巴黎来实习 可以经常公布一下 拿一张单子 我们现在来吃饭啦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买的那个奶茶 我具好喝 我觉得是有国内那个感觉的奶茶 然后我们现在来吃韩餐 我们点了炒年糕 然后石锅拌饭 还有一个嫩豆腐汤 然后这个是先上来的一些小东西 有沙拉 这应该是一个那种米 或者什么那种 反正应该是用粥 然后一杯茶这样 然后上了套餐里面的配菜 小饺子 和一个小饼的这个拼盘 哇上了上了上了 我的嫩豆腐汤 它的石锅拌饭 还有我们一起点的炒年糕 要吃饭啦 然后还送了我们小橙子当甜点 好可爱呀 我们现在在花神咖啡馆 应该特别的有名 就是在生日卖这边 然后这个是它的小菜单 我们要挑一条 我们点的东西上啦 我点的是一个巧克力 就叫做花神巧克力 好像是他们这最有名的一个饮品 然后它有套上它这个小套套 然后有一大杯这样 然后它点的就是一杯 Dega 我们刚才去Mango逛一下 现在来吃完饭 吃的是小火锅 然后就一走进这个店 就有国内火锅店的那个味道 据说就是在巴黎还挺有名的一家 看是不是感觉食材超新鲜超多 然后我要的是一个麻辣果 然后它要的是一个羊汤果 一点尝一下吃它好不好吃 我已经摔进去我的东西了 然后我觉得黑这个麻酱的小料 是特别好吃 是那种北京麻酱的那种料味 我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还往里面添了香菜跟沙沙酱 然后还往里面添了香菜跟沙沙酱 我们现在已经坐在回家的火车上了 好累啊这一天 奔波了一天 不过好在明天没客 肯定稍微休息一下 各位先生 我们车要离开 注意到门关键 要关门了 要出发了 要走了 他们这辆火车真的很神奇 它写的那个发车点真的是 到了那个点 这个车就开始动了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四 哎 就昨天在巴黎还挺美的呢 今天这么丑 我现在刚起床 完了我两个眼睛全都睡肿了 我给自己现在做了早饭 然后我早上准备喝一个这个黑芝麻豆浆 这个是昨天在巴黎的时候在这家店买的 这个是我之前说特别好喝那个珍珠奶茶嘛 我发现他们家也没豆浆 我就买了一个 但是没没胃口喝了 我就给它带回来 今天早上热的当早饭 还有一个早饭是我早上蒸的这个小豆包 哇 这个豆包是我们在这边买的 它是那种南瓜皮吧 完了豆沙馅的特别好吃 啊 为什么你不出镜 然后还有马哥 喂 怎么了 我要把我自己移走 这样就是你全部的脸 怎么了 嘿嘿 哈喽 哈喽 我们刚才出去去了一趟超市买了一点东西 然后呢 我去了一趟斯福兰去取了 我之前在网上订了它那个 它那个就是 哦 还有我们买的这个阿玛尼 但我们买多了一只 你们有没有人想要 然后 这个就是NARS圣诞出的这个小套盒 里边是一块小彩虹 一个小口红 我想买的时候就它好多色号都已经没了 然后就有特别火 那个色号就 哎 我都不知道我们这边会上 我以为只有美国会上 所以我就没关注 等我看的时候就只有这个了 它这边是那个Hot Sand那个色号 是一个挺漂亮的高光 然后这边是一个Rita这个色号的口红 反正我觉得还挺好吃 它那个圣诞限量的 然后 我们还去超市拎了一大堆东西 晚上可能会做个小火锅 这种 这个是我弄的番茄小火锅 然后我里面有买了瓶菇放进去 然后 还有 刚刚贴进去的土豆片 还有火腿片 然后 我准备一会儿再放一点粉丝和菜叶子 然后呢 主食我打算用这个抹面包 这是我刚刚在超市买的 就是它是这种 嗯 奶酪 然后它里边是有大蒜 这特别好吃 这种大蒜奶酪超香 然后一个一个小小的 也是这种独立包装 一次可以吃一个 也比较的就是 卫生 我的小火锅就做好啦 然后我有多往里面放了一点点粉丝 然后还放了一些菜 要吃饭喽 Hello 今天是星期五 我现在正在去上学的路上 哦好冷啊 今天早上 我感觉可能刚下过雨 你们看 这个地上 都是湿的 都有那个雨水的痕迹 然后 我今天带了围巾 然后穿的外套 是一个这种 里边全是毛毛的牛仔外套 里边穿了一个高领的毛衣 就觉得还可以 然后今天我编了一个辫子在后面 嗯 你们看得到吗 今天没有散头 还编了一个辫子在后面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掉头发掉头都快秃了 就发 发量很少 然后又很薄 如果直接那么散着头发的话 就显得特别塌 好了我要去做汤了 我们现在下课了 来吃饭 然后今天我的饭是米饭加这种就是猪肉碎炒的不知道是什么 和沙拉 然后今天还有就是蔬菜薯条 戴琳哥吃的是什么 戴琳哥吃的是羊肉 牛肉 牛肉 羊肉 哎我觉得都看起来好难吃 哈喽琳儿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午饭了 然后到了下午上课的教室 但是我决定先去买一杯咖啡 飞式 我们要去买杯咖啡 没怎么戴琳哥 哈喽 哈喽 我们的咖啡机 我们走到咖啡机了 咖啡机现在有人 就是这个神奇的咖啡机 马上就要掉杯子了应该 item 等它转完一圈,它开杯就好了 我们来吃晚饭啦 外边下雨了,特别冷 然后我点了一个猪类牌 硬菜,因为我特别的饿 然后我先点了一个啤酒 我的菜上啦,就是一个猪排 烤猪排和薯条,还有蔬菜 要吃饭咯 我们在甜点上啦,他点的这个是提拉米苏 我觉得看着还挺好吃的 他点的这个叫做飘浮的岛 我的还没上,只能看着他俩吃先 我的也来啦 这个上面是一个冰淇淋球 然后是一种烤面包嘛,我觉得是 然后底下有那个不知道是什么 这应该是苹果 我觉得看起来超好吃 Hello,我现在到家啦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个嘴周这块好像又有一点 纯粥盐那种感觉 就种种的辣辣的,特别疼 啊,然后这一周 基本上就录到这儿了 然后周末两天 应该就是会复习一下期中考试 我们下一周有两门期中考试 而且是最难的两门期中考试 我下一周简直就是疯狂的一周 我下周有两个期中考试 三个Pray,还有一个面试 唉,所以 就觉得特别的累 然后这一周的话就录到这儿吧 那我们可能就下下周再见了 拜拜